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欢迎各位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谈谈香港的新篇章 《类文化大革命》 开始之前请各位务必按下订阅小铃铛加赞的按钮 这样老师下次更新视频或是新的运势解析 您才能够获得通知哦 好 我们现在一次来讲讲香港的议题 香港这个东方之珠 在世界金鱼了百余年的动荡 香港长期以来都是相对稳定繁华 充满世界各地文化汇聚的一块乐土 他曾经是亚洲的金融中心 他曾经引领了亚洲的潮流 他曾经是中外文化融合的荣辱 而今天他成为了美国民主欢乐颂的目标 如果说这年头还有义和团 那么香港就是他的复辟之所 香港这块土地啊 他的历史悠久 早在公元前214年 也就是秦始皇33年 秦军派军队攻占百岳自南海郡 纳香港入了秦国的版图 应该算秦朝的版图 由公元前203年开始 香港由南越国也就是当时的赵氏王朝所管辖 直到西元前111年 西汉灭了南越 香港由汉王朝管制 其后由东汉东吴西晋东晋 香港一直属于藩羽县 在冬季贤河6年起 才会属于保安县管辖 到了公元的736年 也就是唐朝的开元24年 香港改属于循州 并设有屯门重镇 当中有2000士兵去驻守在屯门 主要是用来保护海上贸易 因为自唐朝起 由于香港立元 也就是现在的沙田 以及大西山罗图安土 他的土壤 适合了芽香树的生长 植香 还有我们的 我们的产香业 发展逐渐的稳定跟成熟 所以是说 他必须要保护 这海上贸易开始的驻军 那香港的名称 也有此一说 是以此而来 所以在香港的发展上 一直以来都是属于贸易起家的 当地的百姓 世世代代都在进行的贸易 海上的贸易 无论是渔业 或是香业 或是任何的产业 都这样子培植下来 所以在香港的协议里面 都是有了这 这样子做生意的DNA 但是时代我们走到大清朝 英国人看中了维多利亚港的水深 港阔 世纪不截拼 而且不在地争带 是天然的两港 所以在1842年 大清国在鸦片战争战败后 分阶段割让和租借给香港的土地 给英国 英国就开始统治了 以及发展这个香港土地 英国把一个荒芜地己山多 而且缺乏天然资源的香港小渔村 发展成一个装口港 成为欧洲各国商船 向中国交易鸦片 纺杀或是磁器等等的商品的枢纽 而且未受这个所有的一些清末的一个战局的影响 还有太平天国带来首次香港的一个逃港潮 现在天国他这个动乱维持了非常久 让很多的中国的上面的百姓 进入了香港 当时香港华人 有15000人增置于7万人 在甲午战争之后 我们的国父孙中山 在香港成立了新州会 密谋推翻大清 说香港在近年来的历史 都是十分重要的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 日本又攻占了香港 占领了多久? 三年零八个月 1945年 日本投降 香港重新的光复 英国恢复了行使香港的主权 香港基于殖民地身份和地理环境 再次幸免到了中国内战 包含了国共内战 包含了文化大革命 三反五反 这些状况都完全逃过了 但是在从中国又来了大量的难民 逃入了香港 但是这次的逃入带来了很多的人才 所以香港的成就 是来自于大量的中国人才 不断的把文化、经济以及知识 不断的挹注 所以香港的成就 是来自于大量的中国人才 不断的把文化、经济 以及知识 不断的挹注 所以香港的成就 体制造成历史 在配合香港本身的地理优势 以及人心施定 让香港能够在百年之间 快速地发展成仰东競童中心 所以说香港 他不止只有越冬体系 他还有福建人、朝中人 甚至台湾人的各个中国的省份 的势力划分 也因为如此 大家在这块土地上 期许能够和平的求取生存 在服以英国人的法治 才造就了现在的香港 所以香港从来不是香港人的香港 而是世界各地的香港 尤其是中国与台湾的人才与经济的扶持 成就了现在的香港 过去的香港 他的天空永远是川流不息的飞机起降 街上永远来自于五湖四海 横跨世界各地的人来磨顶尖宗 这就是香港亚洲曾经的机遇之道 然而到现在有新的催化之下 香港就没有这么的友善了 在经历了1980年开始的普选要求 一直到现在正在进行的反送中 其实普选的问题 在英国的统治之下 他一直不断的发酵 但是为了经济跟生活 以及英国政府强力辞援 当时的英国皇家警察执法 类似现在的暴力事件 也就很少见了 但人就保有一定的和平示威游行 但是曾普选从来没有出现过在香港 而在今年香港面临的像美国电影里面的高谈 是一样暴力犯罪暴动成为了日常 香港警察却无能为力 为什么? 现在的香港暴动的民众可以大张旗鼓的打抢杂 广泛的校园声明 你如果你不支持我们的 你就要被斗争就要被霸凌 如果你不加入的 你就是反民主革命 这样的景象 大家都不陌生 过去的共产欢乐送的时代 就是这样的文化大革命 这样的革命啊 就是意思是你认同我的 你就是我的手足 现在很多暴动都说暴动的 鼻子暴徒鼻子之间都是手足 但是你不认同我的 我就砍你手足 就是现在这样的状态 这样的环境啊 让很多的孩子 认为每天好像漫画里面的时代英雄 可以做很多以前不能做的 甚至不敢做的事情 每天好像绑个头巾 戴个面具就很壮烈 而且只准我打人 不准人打我 因为他是民主斗士 他可以让别人疼痛 别人不可以让他疼痛 像这样类文化大革命啊 正在香港延烧 但是我们要来看看事情的本质 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们明白了香港的历史跟严格之后 我们要了解的是香港这个特殊的行政区 到底跟中国其他区有什么不一样 这些学生或是被奉命民主欢乐送的有心人 到底追求的是否合乎法度 这里我们来看看所谓的香港基本法 香港基本法就在1997年 英国正式归还战争所侵占的中国土地 也就是香港这块殖民地交还给中国 当然按照法理来讲 英国当时要还给的是中华民国 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是法理上 但是国际现实上谁管你这么多呢 你说是吗 在这个时候香港人心惶惶 生怕共产主义也会拨断他们原有的 更害怕的是各国的资本家 他们有大量的资金停泊在香港 一个弄不好万事皆休 所以为了保持香港这个大江南的运作 中英在交接的时候 协商了22轮 后来宣布了中英联合声明 并颁布了香港基本法 并且按照这个基本法 实行了一国两制 高度自治 港人治港这三大原则 总算是让香港的和平移转的主权 维持了好一段时间的和平 而值得我们关切的 其实就是这个基本法 按照这个基本法里面第一条开宗民意的讲 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可分离的部分 第五条里面也讲香港不实行社会主义和政策 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生活方式 50年不变 这个是民宰在基本法里面的50年不变 第八条香港原有法律及普通法 横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 除同乡抵触或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 做出修改者外都予以保留 以上这三条基本法就是要在著名 香港的政策是中国的政策 所以说香港的政策是中国的一块土地 他可以实行政变主义 你可以自由买卖土地 目前的香港法也可以让你维持50年不变 你们可以港人治港 但是要中国同意 基本上这些条文是给香港维稳的力量 但是却限制了香港发展的条件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香港的发展了 一向是跟英国的利益密不可分的 所以任何的法条 任何的建筑 任何的一些社会的规划 经营管理 都是按照英国的国家需要而发展 而不是为了什么民主自由的 即普世价值 这些东西 意味着就是英国 他要的利益 可以从香港得到的东西 所以英国努力的建设香港 改变香港的经商环境 而不是维持香港过去只是一个渔村 或是一个枢纽而已 所以香港的蓬勃发展 正是因为有国家的介入 才能成为发展的重镇 而在1997年之后 香港基本法限制了中国自己经营的 统管能力 确实当时的中国并没有相关的人才 可以跟得上香港的建设脚步 所以在那个时候 好像也没有这么好的方式 可以让香港继续的有民心安定 继续的发展 所以这个时候香港进入的 就是老师自己所称为什么 后香港时代 为什么称为后香港时代呢? 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没有真正的中主国 中国进入香港的势力 是跟香港地产商以及当地的士绅 去做靠拢 一起来压榨百姓 香港的经济发展 进入了权贵跟商人治国的时代 积极的去维护既得利益者 尽可能的压榨 低下阶层者 香港贫富差距 在那个时候快速的拉高 也就从1997年开始 其根源 当然就是来自于中国太小看了自己 认为短期之内 中国没有城市 甚至连深圳都没有这个资格 可以跟香港一样发展 所以维持香港很重要 第二就是来自于中国高层的不败 他们的钱可以透过香港 上戳戳下洗洗 把钱洗到海外去 然而谁知道世界发展这么快 在那之后的中国 竟然整体发展的速度 超乎了自己的想象 港台的资金 反方向涌回了中国 造就了技术与知识的快速提升 再结合中国的政治极权发展 让中国的整体的经济发展 像火箭一样 快速的超音赶美 而现在的中国的确已经完成了 超音正在赶美 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的经济实体 但问题还是在于香港 因为他基本法的约制 让香港的百姓生存 越来越不容易了 维稳对很多人来说 它是不容易的 因为维稳你发展不了 那你就跟不上时代了 所以他们要不断发起任何运动 来争取一些自己想要的权益 也就是类似普选这样的要求 但这个普选老师必须要讲一件事情 普选这个事情 英国从来没有要给你 从来就没有给你 你是一个从来没有要求 可以要求到了权益 如果你过去有 中共把你限制住了 那你抗争是必然的 但是英国从来没有给你有 你要争取 中国也愿意阶段性的给你 但是没办法一步到位 这时候就发生问题了 就像老师讲的战争是什么 我想要你不给我 我就要把你抢过来 于是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 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争取活动 包含了战忠 包含了这次的反送中 都是一样 这个层面了 我们还是要看看香港的基本法 第12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 可以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 直辖属于中央人民政府 这意思是什么? 你可以自治 但是你的还是直辖于中国政府 这个是没毛病的 美国各州也不能违抗华府 这个是放出四海接准的标准 没有什么才达的问题 但是根据香港法第68条 香港的立法会已经迈 逐渐迈入全普选 但是这样还是不够 都给你法去依循了 你还是不够 因为等不及 所以说我们要抗争 为了某些人的权益 他想当什么? 香港王 当了一个你最高行政长官 这样你把可以把香港所有的权利 权跟利益 基于自己一生 否则我就要继续抗争 这有没有很有意思呢? 香港在11月的时候 颁布了我们的蒙面法 禁止任何人上街抗议的时候蒙面 这样警察可以依此拘捕违法人士 很多人看香港行政长官 林郑月娥是提油救火 激化香港的暴动 大部分的百姓在暴动前 疯狂的捎取各种的民生物资 除了暴动人士之外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可以直接进去抢 还且还不用付钱 甚至开始声明香港要成立临时政府 废除现在的港府 这个举动可以说是十分重大的 也是郑重中国的下怀 为什么老是这么讲? 你摆明了要去反政府了 中国还现在还郑重他的下怀 我们可以看看香港基本法 第18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决定宣布战争状态 或因香港特别行政区内 发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的动乱 而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 中央人民政府可以发布命令 将有关全国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 意思是什么?香港的动乱升级越高 对中国可以取消香港基本法的正常性越足 当香港的百姓越来越反对这些暴徒的时候 港府已经无法控制打抢杂再度的升级 那么根据这个基本法的第一条 你已经试图的分割香港与中国 然后你又符合了第18条的项目 那么中国当然可以直接废除香港基本法 没有什么50年不变的 直接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国法 也不用等你23条的法要不要通过了 直接让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跟随了解放军进入了香港 这会造成什么? 当中国解放军顺失了大部分的民意 进入了香港 那香港的飞机将会正常起降 香港的电车将会正常的运作 香港的警察将可以正常的执法 暴动的将直接送中国监警跟审判 不再享用港人治港 一切的土地改革将由中央去执行 房子不够中央盖 不对的房子拆掉 还补牺牲地可以继续铺 让大家都有房子住 百姓可以恢复正常的上下班 不再有暴动的恐惧 而且你可以好好经营你的商铺 这个结果是解放军进去的结果 废除基本法后的结果 这个是中国想要的结果 那是不是大部分香港人想要的结果呢? 其他的都是短期可以牺牲的混乱 为什么? 因为暴乱分子 他从来没有胆子跨越过中港大桥 进入了深圳 而深圳的解放军 却早就已经按捺不做 想随时可以进入香港 这场战争最终毁灭香港的 其实还是香港自己 而成就新中国下的香港 也是香港人自己拯救的 假如今天的香港可以让暴动延烧 让警察受伤 让百姓害怕 是美国的阴谋 那么或许这是美国的策略 正掉入中国设下的空城计 港府的积极的力量狂然 是为了让香港不进入紧急状况 一再的向中国喊话 我们可以的 现在不用你们进来 如果香港真的有一股力量 是真正在支求支持的民主跟自由 那么一定是港警和港府 因为他们只要杀手不管 宣布进入紧急状况 那么警察可以安全的回家 与子女团聚 港府可以卸下重担 远父从央或离开香港 过他自己想过的生活 这是对他们最好的办法 而暴徒就像逆子 家里不给你钱买毒品 那你就要让家人一起陪葬的概念 世界一直在变 香港一直在变 整个宇宙 我们都在创造的历史 各位 我们正在创造什么历史 我们都是参与者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下方有我们2020年的留言解析 以及老师推荐的 各项视频列表 欢迎新朋友浏览老朋友回顾 若你愿意赞助本频道 这边有老师的微信号 可以选择赞助老师 若你需要老师的专业 命理咨询服务 这里有老师的微信号 以及脸书专业 可以与老师联系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 欢迎新费